大家好,这里是电影人世界,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来自美国的灾难片《沙海狂杀》 故事一开始看到一条可以在沙漠里游走的鲨鱼,你没看错,它真的是一条在沙漠里游走的鲨鱼 很快一个骑摩托车的人就成了倒霉蛋,警察浪显哥赶到了现场,一眼就看出来是鲨鱼所谓 毕竟这鲨鱼能够跑到陆地上,也就只有浪显哥一人相信了 紧接着他命令手下的小李联系下生物学家大兄妹,找他分析一下这到底是何方怪物 大兄妹赶到以后,在死者身上发现了一颗鲨鱼牙齿 正准备继续深入研究的时候,浪显哥接到电话,说有人带不到一只鲨鱼 浪显哥兴奋的带着人赶往现场 大兄妹研究了一下尸体,告诉市长,蒂中海和他的儿子眼镜哥说 这并不是那条吃人的鲨鱼,因为知道鲨鱼已经死了好几天了,想要杀人是不可能的 当天晚上,浪显哥和大兄妹在沙滩上寻找线索,却遇到了鬼鬼祟祟的眼镜哥和他的手下 很快,双峰发生了口角 正在这时,大兄妹在旁边发现了有鲨鱼游过,吓得他赶紧让大家远离沙滩 但市长,蒂中海非要到沙滩上去浪,浪着浪着就被鲨鱼给吃掉了 紧接着,鲨鱼又奔着眼镜哥的手下去,正巧他的手下在玩弄电线 结果砰的一下,鲨鱼就被炸死了 鲨鱼被干掉,当然要象征性的庆祝一下 沙滩美女比基尼是样样都不能少 另一边,大兄妹发现这只死掉的鲨鱼仅仅是一只幼杀来的 这也就意味着他还有兄弟姐妹,还有他把他妈这样沙滩happy的眼镜哥岂不是要废了 果不其然,鲨鱼的兄弟姐妹前来复仇了 在经过一场激烈的打斗中,小丽不幸遇难 这让浪行哥很是伤心 但现在并不是伤心的时候,他赶紧命令眼镜哥马上驱散周边的群众 在驱散的过程中,一个专门猎鲨鱼的老头刚好经过 他找到大家,说自己世世代代捕鱼 对付鲨鱼这种小角色根本不在话下 就这样他们跟着老头来到了一片空旷的地方 这时候老头就说了,这是他做的一个陷阱 现在万事俱备,之前东风了 你们只要把鲨鱼引来就可以了 真是这样说话不要疼,你自己咋去引鲨鱼啊 这时候大兄妹就说了,咱们可以用音响来放音乐啊 这不是扯淡吗,你说是用超声波我还能相信点 但是编剧非要这么编,小编我是没办法 果不其然,在编剧的号召下,鲨鱼一条条的被吸引了过来 可还没瞪他们动手,喇叭的电线就被搞断了 眼睛哥发现不妙,主动出击 拿自己当起了人肉又矮 老头一看时机成熟,立马用火焰枪对着鲨鱼就是一顿狂射 结果鲨鱼就成了香喷喷的烤鱼了 然而好景不长,一条更大更凶猛的鲨鱼破山而出 直接吃掉了老头 吓得大兄妹和浪显格当下就是猛的一颤 紧要关头,大兄妹直接将喷火器的氧气罐丢进了鲨鱼嘴里 鲨鱼也不知道这是啥,一通乱咬后就被炸成了粉碎 影片结束 脑洞大开的导演,带我们领略了鲨鱼是如何在陆地上厮杀的 假如真有这样的鲨鱼存在,你希望它出现在哪个国家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见解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 关注电影人世界,轻松看电影